哈喽大家好呀我是悠悠 这个其实是我已经第二次来录制这个视频了 因为我发现后期剪辑的时候 那个录屏出现了一些问题 导致我没有办法对上时间线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拿着相机对着这个屏幕来录了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我觉得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新颖的 就是我2020年的个人体系全面转向电子化 那其实我在19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大程度上去转了 尝试了一年以后我发现它非常适合我的生活习惯 所以今年就想说再往下深挖探索一下 那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的个人管理体系的第一部分就是目标管理 我自己用的是GoodNotes这个软件里面 导入了一个这个2020年的手账本 其实淘宝上面有很多的电子手账 大家只要搜关键词就能找到很多很多 然后我自己挑的这个它是一个带超链接的 就是你点击一下它是可以直接跳转的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 那电子手账本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随意的删改 或者调整顺序像这样 你想把它调到哪里或者是想删减都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方便 包括你也可以像这样无限制的去添加页面等等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手账本对我来说它的设计有一些多余 比如说这个旅行这个板块我就不会写 因为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用视频拍摄的方式来记录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这几年做个人管理慢慢慢慢体会到的一点 就是尽可能的简化只抓重点 我一开始写手账的时候做管理 我就巴不得把我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全部都规划得非常细致 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自己 我就觉得其实我不需要把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包括很多人也跟我说说觉得开天窗压力好大呀 然后或者有时候会觉得想偷懒不想去记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可以呀没关系啊 其实不需要去详细的记录所有的东西 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像我每个月听什么音乐 或者是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衣服 还有我探过的店哪些 这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说它没有太多记录的必要 就可以直接舍弃掉 哪些对我的进步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我就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那个上面 我觉得把握好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目标管理说到底 其实就是一个做规划嘛 那我自己在这一步去写自己的规划的时候 更倾向于把确定要做的 这一年要做的事情和这一年可能会做的事情都给列出来 然后这个大概占比是6比4 而等一下我要说的第二个板块叫时间管理 在那一块里面呢 我就会写非常非常详细的 全部都落到实际的事 确定的事情才会归到里面 所以这个是目标管理和时间管理它俩的不同 那么我的目标管理其实非常简单的内容 只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年纪化 那这个本子它就是可以满足我 它的年纪化是分为两页的 那我的年纪化大概就是写一些大的方向的东西 比方说你的学习你的理财你的旅行或者兴趣方面 这个我觉得是每年做个人管理里面最最最最最重要 最最最核心的部分 它几乎是决定了我这一年的生活重心和生活节奏 所以在这一步的时候我通常会拿出很大块的时间去认真的思考 比如说我明年想达到的目标 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这些我全部都会列出来 然后去进行一些删改 可能还会跟朋友或者家人讨论一下 然后另外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比较喜欢的是以半年为单位去做年纪化 所以这个本子真的超级适合 我就只需要写这一页的一月到六月 然后到六月底的时候我再去做七月到十二月 当然有的朋友他可能喜欢全年都写 这个也OK 就我是觉得半年比较好掌控一点 变数小一点 那做完这个年纪化以后呢 就到了月计划 那点这里的一就可以去跳转 点四跳转这样子 那月计划呢 其实我会做一些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我的学习框架 或者旅行的地点 具体的地点和时间 还有我的这个收支情况 还有比如说我兴趣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些 你可以根据你刚刚列的年纪化的那个表 来规划每个月你需要完成的一些任务 比如说你年纪化里面写 你要考驾照 那你就要根据这四个科目的四科的考试时间 来规划你的考试计划 是分一月二月好几个月这样去完成 还是说一个月之内全部考完 如果你是好几个月去完成 那你比如说四月你要做哪些功课 然后五月你要做哪些功课 六月你要达到什么目标去考哪些东西 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一定恰当 我是好几年之前也考的驾照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就总的来说你的月计划一定是根据你的年计划来实施的 当你的月计划全部写出来以后 你对于接下来几个月的节奏就会有更好的掌控 那接下来呢就是周计划 然后这里可以跳转到每一周 看得到吗 这边有一个weekly可以点 然后就跳转 然后我选的这个本子 它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格子的选项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十字格的 那这一个其实大部分时候 我都是在低搭清单那个app上面完成的 去进行进一步的细分的目标管理 就我上面说的那些比如说考试的时间 我会具体落实到哪一天 然后在低搭清单上面标出来 那这个本子我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我准备用来写我的这个每天的复盘 GoodNotes这个板块上 我是不打算用来写计划的 而是写每日的反馈或者总结 低搭清单上面是很缺失这一部分的 它虽然也有这个功能 也有被注意的功能 但它不是那种每一天的 或者是每一周的那种总括 而是每细分的一个任务 一个任务的那个点 所以它可能不太适合 我还是更习惯这种一目了然 能够看到的这种视图来做复盘 那么我个人管理体系的第二部分 叫做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这个我会用低搭清单 这个APP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上个月的时候 有做过一个分享 就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低搭清单的使用指南 我到时候会把那个视频的截图 放在屏幕上 你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自己好像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个 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 非常详细分享的视频 所以希望我做这支视频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时间管理 它其实就是非常细致的内容 我一般来说 是以这样的一周为单位 我在周日的时候 周日的时候 就会把下一周的 这个计划全部列出来 当然了 就如果你是提前有想好 比如说你接下来一个月 要去哪里 或者下周你想发的视频 内容是什么之类的等等 已经想好的事情 也可以直接丢进来 那我自己会做的具体内容 其实你们看这个列表也知道 包括我上一次在视频里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它的每一个列表 含义是什么 功能怎么用等等 就那个视频里面 都已经讲了非常多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是还没有看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其实滴答清单的 这个番茄中的功能 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这个习惯打卡的功能 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19年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用过 我就打算 今年的时候 要好好探索尝试一下 那我个人管理体系的第三个板块 叫知识管理 那这个板块 我自己用的是 这个印象笔记的app 这个是已经我种草 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每一年我也会去买会员 真的就是一声推 然后我之前也是有出过一些 这个印象笔记相关的视频 我也会把截图放在屏幕上 那个用法在视频里面 讲的也非常的详细 那这边我就只介绍说 我的一个体系 那对于我来说印象笔记 它承载的最大的功能 其实是知识输入 但是呢 我还会有一个知识输出的功能 那知识输入呢 就包括比如说我的读书笔记 我的书基本上全部都是在这个 掌阅iReader的电子阅读器上面看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尝试电子化的另一种体现 就是我所有的书能买电子版就买电子版 就不会囤实体书 但有的书它没有电子版的 就只能买实体的 或者是有一些收藏纪念仪的 我也会买实体 因为对我来说 它读书的电子化效率会更高 你如果看到一个段落 然后直接去进行一个标注 到时候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你的笔记 导出就很方便 然后我看完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印象笔记 这个app上面来做一个知识的摘抄和复盘的整理 这样去做了以后 你的整个逻辑就会更加的清晰 然后你书也回顾了一遍 笔记也特别方便去温习和查阅 因为印象笔记它搜索功能也非常强大 那如果说实在没有电子版本的时候 我就会用纯手打 虽然这个效率会低一些 但是我还是会坚持去把它放到我的印象笔记里来 因为还是那句话 就未来我们的人类肯定拼的不是记忆功能 而是检索查阅整理收集等等 这样一方面的能力 所以印象笔记真的帮了我很多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观影笔记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就比如说我会收藏一些好的影评 或者是电影它延伸出来的一些知识等等 然后还有比如这一些公众号的文章 你直接在这个三个点 然后点一下我的印象笔记 它就会直接保存在印象笔记里 然后你刷新一下就在里面了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推送功能 再来还有一个我会收集的就是这个flipboard笔记 这个软件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这边不做多的介绍 你们可以直接去搜一下 那这个软件它可以用的是什么呢 就我一般会把它开着 这边浮窗会有一个印象笔记在这里 如果我自己看到一些什么感兴趣的东西 就直接把它复制 然后粘贴到印象笔记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搭配也是非常的方便 iPad除了服装 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分屏的功能 你也可以把那个flipboard放这边 然后这边去放你的印象笔记 去做一些收集资料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印象笔记另一个方面就是我的知识输出 但是这个就很简单 它只包括比如说我的视频的大纲 那我自己脑海中必须要有一个架构 才能跟你们来录视频 这样的话我的效率会比较高 再比如说我去做的项目脚本 那我们每一次开会的笔记 包括项目的修改订稿等等 我全部都会先在印象笔记上完成 它也可以跟你的团队成员共享 这一点也还不错 然后等全部订稿完成以后 我再做成PPT放上去 这样的话就会提升我的效率 当然你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些 比如说学习笔记 工作笔记等等之类的 印象笔记对于做一些知识类的管理 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有很棒的帮助 我不太确定这一次全面电子化的决定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或者说是不是完全的适合我 因为毕竟我还是很喜欢那种 纸笔的书写感受 我也会在想说会不会有隐藏着一些 我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但我觉得还是要探索一下 那如果我在这个上面摔了跤 它至少也是积累了一点点的经验 如果到后面我发现 我不适合了打脸了 可能还会去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那到时候再给大家反馈一些信息 那差不多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